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节侨色新闻 我是胡金平 由新闻局和台北市电影委员会所主办的 2010柏林影展台湾之夜 有三部入围的台湾电影导演 还有演员都到场了 而神秘嘉宾是陈龙 也特地前来为台湾的电影打气 现场是星光闪闪 柏林影展盛大庆祝60周年 新闻局和台北市电影委员会 特别在影展期间举办台湾之夜 当电影猛假的导演纽承泽 演员赵又廷阮京天 及制作人李烈抵达现场一阵骚动 今年共有三部台湾电影入围柏林影展 分别是猛假 一夜台北和有一天 电影猛假不仅入围柏林影展 电影大观单元 新闻局电影处陈志宽处长 更在现场宣布 台湾票房已经突破 两亿新台币的好消息 三部电影的导演及演员 也分别上台 分享参与制作与演出的心得 艺人郭采杰清唱一夜台北主题曲 让来宾大饱耳朵 神秘嘉宾陈龙专程来为台湾电影加油 今年的柏林影展 《台湾之夜》不仅星光闪耀 也让世界看到台湾电影的实力和成就 台湾文官电视陈思宏 德国柏林采访报道